疫情推動視訊問診 讓民眾不出門都能看病 但早在網路普及後 年輕人身上有病痛 第一個不是找大夫 而是先網搜 訊息爆量但良悠不齊 無法確定螢幕前的是否夠專業 不用健康身體做實驗 疑難雜症在這平臺 或許能提供協助 平臺和該內容不限醫學知事 還包括飲食保健內容 都是線上醫師或領域的 與專家 處理時下很夯的心肺 有養操 都有教程 動動手牙動動腳 提升涉養能力 改善心肺耐力 每則影片釋出都有迴響 不只官方LINE好友累計 八十三萬人 網站累計 瀏覽人次 突破兩億大關 粉專也超過二十一萬人追蹤 YouTube訂閱數近十萬 可見網路上求知的人很可觀 TVB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